单挑吃要算我输 老王为了验证 自己打造的百万连环师托实力 约战于岛夫战号和自己的五开化生寺 齐聚擂台一绝高下 换上顶级神马善恶童子 直呼要开启一波吐沙 第一场单挑于岛法系魔王小打小冒 水料开局就给观众上了一课 在有变身套的状态下故意再点变身 只言这放水是对老板的尊重 大家大夫通过了第一回合变身了 第一回合是我对老板的尊重 第二回合我要干点了 第二回合直接化身连环伤人士托 瞎死手直接连环击 水料对手连出163 两次取秒带走老王 这不打的全是人情事故 第二场对战化生寺 老王开局照例连环击 从数据来看对手抗星不是很到位 不过也侧面体现老王师托的暴力 一波连环击打掉9000血 配合杀人力批直接点倒化生寺 化生寺第二回合吃要拉起自己 显然对方硬件是不如老王的 在老王力批复活 以不强有力的压制下来 第二场取胜 老王第三场就是对战自己的负战号 现在是羽岛封天宫 开局被错乱无法出手 谁料第二回合天宫还要封宝宝 但被鬼魂抗风 没曾想老王的杀人力批 威力爆炸 两次出手点倒天宫 也可以看出对方操作并不是很优秀 老王最终一把破削轻松取胜 第一连环是驼明不续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